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晚赛事的开幕式主持人于于 很高兴能与现场的所有朋友们 共同相聚在广州市新启航乔士台球俱乐部 共同来参加2021乔士杯中式台球大师赛 分战赛广州站的开幕式现场 首先我仅代表赛事组委会 向成功报名参赛的300多名运动员 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欢迎 同时也像一直以来 支持我们赛事建设发展的各位同仁 运动员还有台球爱好者们 也表示非常衷心的感谢 欢迎大家的到场 那么我们本次比赛呢 是由广州市新启航乔士台球俱乐部主办 同时是由秦皇岛乔士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 北京优泽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爱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百涛台球运动学院协办 我们赛事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所有同仁以及各方的鼎力支持 再次向我们赛事的长期合作伙伴 秦皇岛乔士体育器材制造建议公司 蹭个够商城 企鹅直播 中国体育直播TV 野豹台球杆 LP球杆 威力球杆 波磁杆 以及英国市创6811台泥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优泽智能球房系统 同时还有爱跑光影桌球 9万集球器等单位和品牌 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在此呢 我再次代表我们主办方 对这次比赛的所有支持者 我们所有的单位和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我们所有朋友的到来 以及感谢我们各方的大力支持 那同时呢 我们本次比赛 也受到了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他们是新华网 人民网 中国新闻网 腾讯体育 新浪体育 网易体育 搜狐体育等 全国累计 约20家综合性网站 同时还有台球圈有料等 20家台球行业网站 好那接下来呢 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现场 为大家介绍 出席本次开幕式的各位嘉宾 他们是 秦皇岛乔士台球 运动推广线公司 总经理 孙涛先生 欢迎 新启航乔士台球 俱乐部经理 刘天润先生 欢迎 野豹体育用品 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孟宇航先生 欢迎 台山横轩 台球精品有限公司 总监 邝杰成先生 欢迎 高发漳州 运动七彩有限公司 CEO Max先生 欢迎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 本次赛事的主办方 新启航 乔士台球 俱乐部 总经理 刘天润先生 为我们本次赛事 带来我们的精彩 致辞 大家掌声欢迎 尊敬的中式台球大师赛 球员 球迷朋友 新启航乔士台球俱乐部 和乔士台球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是新启航乔士台球俱乐部的总经理 刘天润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州 来到我们新启航乔士台球俱乐部 十分感谢大家共襄此次盛会 这是乔士中式台球大师赛 首次来到广州 我仅代表广州的广大球迷 对大师赛组委会表示诚挚的感谢 广州 自古以来就是台球之都 是中国台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城市 随着中式台球在全球的风靡 越来越多的当地球员和球迷 都加入到了中式台球的大家庭之中 众多台球爱好者一直期盼着中式台球大师赛 这一代表着中式台球最高殿堂的大赛来到广东 如今他来了 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首战落地南方地区 相信通过大赛的成功举办 广州会作为中式台球南方发展的风向标 推动广州乃至南方地区更多的台球爱好者 加入到中式台球的大家庭之中 新启航桥式台球俱乐部 是广州地区规模最大的全桥式台球俱乐部 作为东道主 我们将打造一个安全 舒适 优美的竞赛环境 举办欢乐 文明 祥和的体育盛会 打造国际一流的台球品牌赛事 带动中国台球水平的不断提高 最后 预祝2021乔市中式台球大师赛广州战 圆满成功 预祝各位运动员发挥出优异的水平 乐享大师赛 乐享广州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我们刘总的精彩支持 那么我们知道赛事的成功举办 也离不开所有裁判员们的心情付出 在这里也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现场的嘉宾 就是我们乔市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长 王百涛先生 大家掌声欢迎 众所周知 中式台球大师赛 是乔市赛事体系当中最为核心的联赛 更是中式台球领域最具分量的比赛 我们比赛源于2006年 于2012赛季起开始国际化 并且连续8年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进行总决赛的直播 那么我们全球拥有64个国家选手 参加赛事的角逐 每年全球视频信息的播放量高达5亿次 那么2021年的赛季是大师赛发任的第15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 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站点广州站 我们专程连线乔市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 董事长乔斌先生 为我们进行我们的开幕式致辞 好 有请乔总 尊敬的各位嘉宾 参加本次赛事的317名的运动员们 球迷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遗憾 这次因为工厂这边临时有事 不能亲自来参加这次赛事的典礼 很遗憾 应该讲 乔施致力于中式台球的推广15年了 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式台球的国际大师赛 作为全球最大壮球职业联赛 能够首次落户 中国南方的台球重镇广州 这意义是非凡的 我们乔施企业的创始人 全许先生 我们都管他叫老乔总 一再嘱咐我 说一定要讲他的心意 要带到 那我和老爷子也汇报了一下 我想 主要像今天的各位嘉宾 运动员朋友和球迷朋友们 汇报这么三点 第一 我们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因为在全球疫情 乌云压顶 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我们能够在 整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广州 举办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 这样一个大型比赛 让中式台球成为全球台球行业的 瞩目的焦点 这份我们身在一个不断崛起的 伟大的中国是密不可分的 中式台球推广了15年 其实也是中国国力 崛起了15年 也是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大 更是中国制造 不断向中国创造越先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自信的说 中式台球是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其实是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中式台球永远和祖国血脉相连 重新共振 可能细心的朋友注意得到 就在一周前 世界撞球协会 WPA与乔氏发起的中式台球国际联合会 也叫ICA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这份联合声明中我们说 要共同致力于中式台球的全球推广 致力于中式台球走进世界运动会和奥运会 这是乔氏以及所有中式台球球迷的夙愿 也是我们向祖国的一次献力 我们相信中式台球 必将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 真正屹立于世界台球之力 第二呢 我们要感谢全世界 特别是中国和广州的球迷们 中式台球风靡全球 当然首先就要风靡中国 中国的南方地区 一直都是中式台球 心想往之的一片沃土 我记得2014年开始 我就带领着我们团队的成员 数次来到广州 深圳和上海 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式台球 在南方的推展 找到一个突破口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一触摸战 这样推广遇到了瓶颈 回过头来 我们的困境之中 在重读毛泽东选集 我们发现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 那么中式台球呢 我们想我们还是安心的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和我们那些球迷们 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什么时候球迷们崛起了 唤醒了 什么时候中式台球 就能够真正的风靡全国 风靡世界 所以大家也看到 从13年年初 我们第一次大时赛 全球总决赛开办之后 我们的奖金 一路从十几二十万人 涨到了两百万人 这是大时赛总决赛的冠军奖金 我们总决赛的奖金 今年我们全年的赛事奖金 今年涨到了一千零八十多万 这在世界台球 整个的范围来比 在全世界来比较来讲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撞球职业联赛 这不是我们讲的 是世界台园 WPA和我们ICEA 共同来认定的 这样的做法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一切 在反馈给这个行业 反馈给我们的球迷 广大的球迷朋友 也确确实实 真正的在激发着我们 所以在目前来讲 我们的全世界的推广 都非常顺利 这和球迷们的支持密码 今天广州的球迷 分外的热情 南方的球迷 分外的热情 我们这次报名 370亿人 我相信这是球迷的力量 我相信有一天 全中国都会是 中式台球 特别的沃土 不会分南方北方 东方西方 全中国都会是 中式台球 特别火热的地方 这和我们广大的球迷的支持 分不开 我也相信有一天 我们走到全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中式台球都会成为 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这也和大家的支持 和努力分不开 在这里 请允许我代表乔氏 向广大的球迷 再次说一声感谢 第三 我们更要感谢 所有的运动员朋友 中式台球 在刚刚推广之初 在2006年的时候 老爷子曾经给我们 讲过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吹人了一下 他说当时啊 很多运动员朋友 来参加第一次 中式叫中式大球 这个全国排名赛 那时候可能还不叫排名赛 叫中式黑八排名赛 这些运动员啊 他们的奖金很低 第一次奖金 是五千还是一万块钱 我都有点忘记 但奖金很低 运动员们 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可能连路费和时速费 都无法亏本 但他们来参加比赛 他们动情地跟老爷子讲 说我们来参加这次比赛 为的不是奖金 而是为了证明 这项运动仍然存在 所以从2006年开始到今天 乔氏以及我们各位行业的同仁 我们共同推动中式台球 已经有15个年头 这个舞台我们搭了起来 在上面真正的主角 是这些运动员们 你们为广大的球迷 贡献了多姿多彩 可歌可泣的 那些勇在史册的战力 大赛赛是你们奋斗的舞台 也是你们群星闪照的舞台 你们在这里 不但带动中式台球的决定 而且你们在这里 把全世界的运动员吸引 和他们同台竞技 你们也获得共同的成长 所以我作为组委会的主席 再次要感谢 所有的运动员朋友 我期待广州大赛赛 是你们再次爆发的一个新起点 2021年中式台球的新赛季 是中式台球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也是你们讲中式台球 带到全世界的新起点 所以我在这里预祝 所有的运动员朋友们 能够赛出风格 赛出成绩 能够在勇攀高峰 最后非常感谢 我们各位承办方赞助商 包括所有关心中式台球的朋友们 我相信中式台球 在今天能够在广州 这个中国台球南方重镇 名罗开哨 总有一天 我们会以广州为新的起点 让中式台球的错果 截变全国 推广到全世界 到那一天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们 当我们再次看到电视机屏幕 手机屏幕上 中式台球 在全球风靡的样子 一定会热了盈眶 我们也可以告别那些 所有从丁为中式台球 奋斗过的人们 预祝 本次大实赛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的 特别感谢我们乔总的精彩支持 好 那现在呢 让我们有请裁判员代表 徐景言 代表全体裁判员 宣誓 各位参赛选手 和关心赛事举办的所有人 为保证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 在此 我仅代表全体裁判员 庄严宣誓 在职裁过程中 认真履行裁判员职责 严格遵守比赛章程 以公平 公正 公开的态度 对待比赛 尊重参赛选手 严格职裁 文明裁判 不寻私利 秉公办事 为全体参赛选手 营造一个良好的比赛氛围 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后 预祝参赛选手 取得优异成绩 本次比赛 取得圆满成功 宣誓人 徐景言 2021年 5月11日 好的 感谢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有请 运动员代表 李英东 代表全体运动员 宣誓 来 有请 为保证 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 在此 我仅代表 全体运动员 庄严宣誓 在比赛过程中 认真对待比赛 严格遵守 比赛章程 以公平公正 公开的态度 对待比赛 尊重裁判 为比赛的成功举办 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后预祝参赛选手 取得优异拳击 本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 宣誓人 李英东 2021年5月11日 好的 感谢 有请我们现场的六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台前 好 请大家做好准备 听我指令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谢谢 请我们各位嘉宾留步 现在同时 有请我们的运动员 裁判员代表 上台与我们六位嘉宾 共同合影留念 共同纪念我们这个 非凡的日子 请我们所有合影者 看向我们的摄影镜头 好的 辛苦 请各位嘉宾 回到我们的嘉宾席就座 中式台球大师赛 是中式台球职业领域当中 最高平台 世界冠军 全国的冠军 诞生于此 也汇聚于此 无数经典战役 同时也缔造于此 2021广州战 还将掀起更加大的风暴 我们即将拭目以待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 掌声有请裁判长 王百涛先生 为我们主持赛事的第一阶段 进行抽签 有请王百涛裁判长 王百涛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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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百涛裁判长